通过练习样机,确认一下执行动作。 请将FX3G的启动停止开关设成开启状态。 将练习机上的波动开关X2设为开启状态。 此时,Y0的红灯将点亮。 接下来,请将波动开关X2设为停止状态。 但是,Y0的红灯仍然保持亮灯,有点不可思议吧? 这时,按一下按钮开关X0。 这样一来,红灯就会熄灭。 到底PRC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? 我们可以通过GXworks2中的监控功能来进行确认。 首先,请按下F3键。 触点变成蓝色了吗? 触点变蓝的部分,表示电路里接通的部分。 请一边观看监控画面。 一边像刚才一样,对X2和X0开关进行操作试试看。 会发现,Y0在保持自己的触点状态下。 如果不通过X0对其解除的话,Y0的线圈是不会被切断的。 大家明白了吗? 对于已经完成的T形图还能再次进行编辑。 请按下F2键。 画面将从监控模式切换到写入模式。 可对软元件编号进行多次修改,多尝试几次看看。 像这样,可通过GXworks2的快捷键进行编写程序。 同时还可以进行动作确认。 甚至可实现一连串的操作极为方便。 大家明白了吗?